肾阳不足可以说是一种很普遍的病症,只是症状的轻重问题而已,通常较轻的肾阳不足只要稍作休息就可以恢复,但是如果已经出现严重的肾阳不足,如果不及时解决的话,肾亏慢慢的出现亏损,进而导致神功能下降,各种肾病随之而来,那么,如何判断自己有没有肾亏呢? 下面的症状我们一起了解一下,顺亏有五个症状,你有几个,一起头或者起床时,头发掉发严重,二面色差,半有黑眼圈,皮肤松弛,三性冷淡,记忆力变差,四晚上睡眠质量差,经常夜尿夜起,白天也会出现尿频的症状,五种有莫名其妙的怒火,内心压抑,顺亏不只是顺羊不足那么多, 简单,而是肾羊不足的加重版,因此对肾的伤害也是加倍的,如果肾亏不及时调理,一步步发展,就容易引发肾炎,甚至是尿毒症等疾病,因此,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,一定要重视对肾羊不足的调理,尤其是发现自己已经有肾羊不足的症状的,尤其要重视,最好每天坚持,下面四个防治肾亏, 调理肾羊不足的方法,以按摩腰部,先将两手对戳,等到手心发热后,分别放在腰间两侧,然后手掌向内,上下对腰部进行按摩,直到微微发热为止,每天早晚各一次,每次做二百下,二戳脚心,两手对戳,等手心发热后,用左手擦右脚心,右手擦左脚心, 早晚各进行一次,每次搓三百下,三做缩钢运动,全身放松,自然呼吸,呼气时,做缩钢动作,吸气时放松,半复进行三十次左右,四每天喝丁香覆盆子茶,丁香覆盆子茶是古一书,正直要觉,里面的一个方子,主要有六种配料配置而成, 它们分别是,丁香,芡石,一枝人,枸杞子,覆盆子,肉柜,其做法如下,材料准备,枸杞子五克,丁香四克,一枝人次克,芡石四克,覆盆子四克,肉柜二克,做法,加上树材料清洗干净,放入锅中,加入适量的水,大火炷开,转小火煎煮,二十分钟集成,去加饮茶, 由于中一方子比较讲究配比,否则会影响到最终的效果,如果你不能很好控制比例的话,不妨选择现成的丁香覆盆子茶,不仅方便,而且效果也得到保障,下面我们一起看看它们具体的功效,丁香,含有丁香分,可以改善肾功能,剑石,具有剑皮肾,顾肾,趋势的作用, 益智人,可以补肾故精,撞羊,可以改善肾羊虚,枸杞子,益晶明目,改善气血,副盆子,可以一身肾羊气,肉柜,具有助羊虚含的作用,丁香副盆子茶将这六种配料,进行一个合理的配比,从而充分发挥它们的补肾,调理肾羊不足的作用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